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近日有网友发现 仁教版青年级下载语文书中 有篇课文名为《太空仪式》 作者正是杨立伟 因教材是近几年新修订的 不少人都没学过 6月26日 文章被发到网上后 仅数小时就转发数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原文 90整 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 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炙热的火焰 高温高速的气体 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 肌肉紧张 整个人收缩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缓慢的升起 非常平稳 甚至比电梯还平稳 我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想象的那么大 心里稍结释然 全身紧绷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 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的加速 我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强 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 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 所以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 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 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 产生了共振 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 它会让成的内脏产生共振 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 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 这种叠加太可怕了 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意外出现了 共振以曲线形式变化着 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 我几乎难以承受 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当时我的脑子非常清醒 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 其实 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 共振持续26秒后 慢慢减轻 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 一切不适都不见了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 如是千斤重负 如同一次重生 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雄伪 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刚短短一刹那 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 我详细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 经过分析研究 工作人员证为 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 随后他们改进技术工艺 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神舟6号飞行时 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在后来的航天飞行中再没有出现过 聂海胜说 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 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 不仅我感到特别漫长 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 因为通过大屏幕 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 我整个人一动不动 眼睛也不眨 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后来整流罩打开 外面的光线透过弦窗一下子照射进来 阳光很刺眼 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 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 快看啊 他眨眼了 立位还活着 所有的人都鼓掌慌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行状态 神舟五号报告 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我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 我激动地说不出任何话来 飞船照地飞行14圈 前13圈飞行是不同的轨迹 是不重复的 只有第14圈又回到第一圈的位置上 准备返回 在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高度上 俯瞰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 祖国的各个省份我大都看到了 但是 我没有看到长城 曾经有个流传盛广的说法 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 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 很想验证这个说法 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 但没有结果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 我曾嘱咐航天员们仔细看看 但他们也没有看到长城 神秘的敲击声 作为首飞的航天员出了一些小难题 其他突发的原因不明的 没有预案的情况还有许多 比如当飞船刚刚进驻轨道 处于失重状态时 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 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着的错觉 这种错觉很难受 明明是潮上作者 却感觉脑袋冲下 如果不消除这种倒悬的错觉 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 很难受 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 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 即使有人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 估计在我之前 遨游泰康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体会 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 在这个情况下 没别的办法 只有完全高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 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 眼睛闭着猛想 不停地想 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 几十分钟后 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周六号和神周七号升空后 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 但他们已有心理准备 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 而且飞船舱体也经过改进 内壁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 天花板是白色的 地板是褐色的 这样便于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感觉 我在太空还遇到另外一个 至今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 那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 这个声音是突然出现的 并不是一直响 而是一阵一阵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毫无规律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响几声 既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 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 仿佛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 很难准确描述它 不是叮叮的 也不是当当的 而更像是用木头锤子敲铁桶 咚咚咚咚 鉴于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 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一情况 但自己还是很紧张 因为第一次飞行 生怕哪里出了问题 每当响声传来的时候 我就趴在咸窗那里 边听边看 试图找出响声所在 却没能发现什么 回到地面后 人们对这神秘的声音 做过许多猜测 技术人员想弄清 它到底来自哪里 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 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听 我却总觉得不像 对航天员的最基本要求是严谨 不是当时的声音 我就不能签字 所以就让我反复听 断断续续听了一年多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 那个神秘的声音 也没有在我耳边准确地再现过 在神舟6号和神舟7号飞行时 这个声音又出现了 但我告诉航天员 出现这个声音别害怕 是正常现象 归途如此惊惊动魄 5时35分 北京航天指挥中心 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 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 轨道上制动 就像刹车一样 飞船先是在轨道上 进行180度调滋 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 这就需要180度的调头 制动发动机关机 5时58分 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 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 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 6时4分 飞船飞行至距地100公里 逐步进入稠密的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 遇到空气阻力后 它急剧减速 产生了近4级的过载 我的前胸和后背 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因此身体上能够应付自如 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 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另有原因 首先是快速行进的飞船 与大气摩擦 产生的高温把咸窗外 烧得一片通红 接着在硬红的咸窗外 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 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适层 它是耐高温的 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剥落 并在剥落的过程中 会带走一部分质量 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 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随后发生的情况 让我非常紧张 右边的咸窗开始出现裂纹 窗外烧得跟炼钢炉一样 玻璃窗开始出现裂纹 那种裂纹就跟强化玻璃 被打碎之后那种小碎纹一样 这种细细的碎纹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 人说不恐惧那是假话 你想啊 外边是1600至1800摄氏度的超高温度 我的汗水出来了 这时舱内的温度也在升高 但并没有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 其主要还是因为紧张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飞船急速下降 跟空气摩擦产生的激波 不仅有极高的温度 还伴随着尖利的呼啸声 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 还不停震动 里面咯咯吱吱乱响 外面高温 不怕有碎片划过 不怕过载也能承受 但是看到弦窗玻璃开始出现裂缝 我紧张了 心想 完了 这个弦窗不行了 当时突然想到 美国的哥伦比亚号 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 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条裂缝 然后高热就是航天气解体了 现在这么大一个弦窗坏了 那还得了 先是右边弦窗出现裂纹 当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 我转着头一看 左边的弦窗 它也开始出现裂纹 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 哦 可能没什么问题 因为如果是故障 重复出现的概率并不高 回来之后才知道 飞船的弦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 是这个涂层烧裂了 而不是玻璃窗本身出现问题 为什么两边没有同时出现裂纹呢 因为两边用了不同的材料 以前每次进行飞船发射 与返回的试验 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 闲窗黑乎乎的 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 而如果不是在飞船体内经验目睹 谁都不会想到这种情况 此时飞船正在黑胀区 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到40公里 当飞行到距离地面40公里时 飞船飞出黑胀区 速度已经降下来 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作 一个关键的操作 抛伞即将开始 这个闲窗已经烧得黑乎乎的 我坐在里面 怀抱着操作盒 屏息凝声地等待着配合程序 到哪里该做什么 该发什么指令 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 6时14分 飞船距地面10公里 飞船抛开降落伞盖 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这是一个剧烈的动作 能听到砰的一声 非常响 164分贝 火在里边感觉被狠狠地移拽 瞬间过在很大 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快速动作 引导伞出来后 紧跟着把减速伞带出来 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 16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过程了 随着一声巨响 你会感到突然一减速 引导伞一开 使劲一提 这个劲很大 会把人吓一跳 减速伞一开 又往那边一拽 主伞开始 又把你拉到另一边 每次力量都相当重 飞船晃荡得很厉害 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 他们从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 担心新手们害怕 我回来却抢了 每一个步骤都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讲了 让他们有思想准备 并告诉他们 不用紧张 很正常 我们航天员是很重视这段过程的 伞开得好 等于安全有保障 至少保证生命无余 所以我被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通 平稳之后 我心里却真的踏实 数据出来了 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 离地面五公里的时候 飞船抛掉防着大底 露出缓冲发动机 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 它这时变成双吊 飞船被摆中了 在风中晃悠着落向地面 飞船离地面1.2米 缓冲发动机点火 接着飞船通的一下落地 我感觉落地很重 飞船弹了起来 在它第二次落地时 我迅速按架了切伞开关 飞船停住了 此时是2003年10月16号6时23分 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 闲窗黑乎乎地 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 过了几分钟 我隐约听到外面喊叫的声音 手电的光速从闲窗上 模糊地透进来 我知道 他们找到飞船了 外面来神了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